Hello community My name is A-Chin This is my YouTube channel Welcome to my channel Hello大家好我是A-Chin 今天呢要來介紹我上遊戲王的牌組 就在今天早上 大概11點的時候我一次 就爬到遊戲王五連勝 太爽啦 那就是用我們左邊的這一套 蓋亞強攻牌組 讓大家看一下我五連勝的戰績在這邊 好那我們累積勝利是121次 121場勝利才上遊戲王 雖然說有點慢啦 但是大部分都是在 試牌組的部分 結果想說試一下蓋亞強攻 結果就 一次 成組顧 沒有啦 一次就上遊戲王 好的那我們來介紹這一部牌吧 那這一套牌最強的地方就在於說 利用牌組平衡 那牌組平衡的話 起手一定會有一隻怪獸 所以我們就放了 賢士克隆 還有兩張 疾風的黑暗騎士蓋亞 跟秒殺的暗殺者 那秒殺的暗殺者體質非常好 只要你手上沒有牌 他攻擊力跟防禦力就是2000 所以我們優先放他 那蓋亞的話也很厲害 只要手牌只剩下一張 他不用釋放就可以進行通常召喚 所以我們就放了兩張 那有人想說如果 如果手上有兩隻蓋亞怎麼辦 我們可以用 給死者的電影這張卡 丟掉一張蓋亞 破壞對方的一隻怪獸 那這套牌 到底為什麼厲害呢 因為他有三張風暴 可以除後台 那他前台的部分有三張給死者電影 所以前台後台都可以少到 那我們覺得後台 可能少得不夠再放撲滅的死除 然後還有家破人亡 前台的部分 怪獸直接破壞 有時候運氣好破壞兩隻以上 那次元之門 我覺得是這一套牌的核心 可以躲控制器 可以躲突擊指令 然後也可以躲很多 危險的東西都可以躲掉 所以我覺得非常厲害 那控制器就不用說啦 這是一定要放的 那混沌之場就是要來 檢索我們的 疾風之黑暗即死蓋亞 那很多人會想說為什麼要放 閒事克隆 你們看喔 這套牌有這麼多張魔法卡 幾乎 佔了一半以上 有13張魔法卡 所以我們放 閒事克隆的話 只要丟一張魔法卡 就可以拆對方的後台 不管是魔法卡還是陷阱卡都可以 好的那 這樣性價比其實是非常高的 因為如果我們用風暴 拆後台的話 我們必須犧牲 總共要花兩張卡片 才可以 破壞後台 但是閒事克隆他只要一張卡片 就可以破壞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用 好的那就看我們今天的 五連勝的重播吧 那因為其中有一場 一進去對方就投降了 所以 那一場我就沒有錄了 給大家看我最後四場 好像只有三場 好吧那我們就看最後三場吧 好的 我們遇到杏子齁 杏子通常都是一絕生死 但是我有點忘記他是 什麼牌組 好的 那這邊我會慢慢講 因為我每場都打非常久 好一開始叫閒事克隆 蓋控制器 蓋控制器 撲滅跟 雖然之門 那這邊被靈交之後我們馬上開雖然之門補掉 就不會被靈交了 非常好 好祭品人偶 跳出一個黑魔導 這邊 這一場非常的精彩 因為我竟然可以贏得了黑魔導 那這邊呢我先開撲滅使徒 好 撲下去結果是王者的看破 結果後面 也是很精彩喔 我們再開風暴 結果又是王者的看破 太賺啦 好那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因為我是原本就猜說有兩張王者看破 所以我就先騙掉 那開控制器 把它轉手之後我們手上有一隻蓋牙 混沌之場可以檢索蓋牙 那我們就用蓋牙直接打過去 然後這一場就大概勝券在握了 好對方檢索一隻黑魔導 那對方應該已經GG了 好 這邊我們直接開風暴 因為我想要把顯示克龍 掉回來直接做最後的攻擊 但混沌之場再檢索一隻蓋牙 所以蓋牙配混沌之場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 混沌之場有一個好處 他在我們 混沌之場這張卡片呢 在 發動之後他其實是一張 沒有用的場地 我們可以用風暴去拆他 好那我們看一下 這應該是倒數 打到第四場的時候 然後這是第五場 但是前面兩場沒有錄到 就是我就把打得最好的三場錄下來 好遇到暗遊戲這場我記得也打得有點痛苦 這是非常強的一個對手 好 好 那我們這邊應該會先直接掉出蓋牙出來 好是一個鳳凰 那我們因為很多後彩所以會稍微 怕鳳凰一點 好這邊夜火直接拆掉 好再拆鳳凰一個非常厲害的場地 那因為 下一回合會直接跳出鳳凰出來 所以我就不打算要叫蓋牙因為 其實我們全部 把牌全部蓋起來然後再叫出蓋牙 一樣會被撞死 因為鳳凰他 他是2400 所以我們這邊就只有蓋一張加破人王 好那邊鳳凰神 跳出來之後我們就先把 夜火 加破人王掉 那主要是因為 呃 主要是因為鳳凰他 被笑破之後還會再跳出來 所以我們就沒有要打 那這邊算是有點劣勢啦 這邊 有吃緣之門之後我們就很放心的直接叫出來 那其實是給對方一個心理戰 被靈魂交換之後我們直接開吃緣之門 輕鬆的躲過 非常的 順利 好我們這邊開混沌之場之後 好開了一個風暴把兩個後台給拆掉 結果就這麼剛好荒野大龍捲 運氣太好了 直接把蓋牙跳回來 然後再叫出一隻蓋牙 結束這一場 這場真的我覺得運氣不夠不然應該原本要輸了 好我們最後一場是遇到城之內 那其實我有遇到一個海馬啦 但是那一場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錄到 跟真紅眼打 然後已經快輸了結果最後逆轉 那 沒有錄下來就沒辦法跟大家解釋啊 反正就是跟你們說我有贏過真紅眼 就這樣 那我記得那一場是把對方的真紅眼拉過來 然後吃緣之門掉 所以對方真紅眼就變成我們的 好最後一場是 其實這場蠻奇葩的啦 遇到一個 恩 怪怪的城之內 就是好像在測牌族 因為他是傳說儀 然後我最後一場剛好 遇到傳說儀的就 運氣不錯 好那這邊吃了1800 為什麼 我先解釋一下為什麼剛剛 都不 把牌蓋下去 因為空爆啊 控制器跟 兩張控制器 如果把他拆掉的話就太浪費 所以我們就直接蓋著 那因為有兩張控制器 我們 我們也不怕說 對方會攻擊什麼 我們後台 後台算是蠻硬的 好那到這邊 前世克龍直接 丟一張魔法卡 拆後台 結果是一個阿努比斯 所以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做攻擊的動作 好換對手 直接一個最終賭注 丟兩張牌 欸結果抽三張而已喔 不算大好也不算大壞 好直接最初的藍叫 叫出我們的 灰神鳥貝努 然後我們直接控制器 因為不想要 這邊為什麼開控制器拉過來呢 因為他手上很有可能有血靈 會把我們的怪獸拉過去 然後甚至在拆我們的後台 所以我直接拉過來 拉過來返回之後 這張肯定是血靈啦 好我們直接撲滅死毒 把蘋果拆掉之後 這邊應該是直接死者伸手了 好我們死者伸手 這隻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想要用控制器把他抓過來 那為什麼我要 打的時候再開控制器 因為 我們戰鬥有分三個步驟 第一個是 攻宣 攻擊宣告 再來是戰鬥步驟 然後再來是 傷判 那 我左下角打開之後 我進入 我攻宣 那對方如果有粒子球的話 他不會發動 那我等到戰鬥步驟的時候再開 可以躲掉粒子球 也可以測試有沒有粒子球 那我就是主要是測試有沒有粒子球 所以才 打的時候 到我們 戰鬥步驟再開控制器 我們發現沒有粒子球之後 很安心的抓過來直接攻擊 那就結束我們 最後一場的 比賽 好那 我們就是用這一套打上遊戲王的 好的那我們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點一下喜歡 並且分享 千萬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各位觀眾 我是阿慶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